All we need is somebody to lean on 用经济学的思维更靠近财务自由 大家好 欢迎来到BOSS经济世界 我是BOSS 今天我们要聊的一个重磅话题 就是中国央行近期放宽汽车贷款政策 旨在刺激汽车消费 带动整体经济发展 不过 在这股利好经济的喜讯后面 恐怕也暗藏着一些不祥的预兆 我们不难发现 此次放松购车贷款 不斥是一剂临时止血良方 但远非根治中国经济的最佳良药 首先 让我们回顾一下政策的具体内容 根据央行的通知 购车贷款的首付比例上限由此前的30%下调至20% 同时将贷款期限上限由5年延长至7年 看起来确实给购车者减轻了负担 也体现了央行保供给 住民生的政策导向 但很快 我们就会惊觉 这只是沧海一速而已 2024年以来 中国经济遭受了重创 步入了至暗时刻 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 GDP仅微增1.3% 远逊于年初设定的5.5%左右的增长预期 同期 全国固定资产投资下降4.2% 制造业投资骤降13.1% 工业增加值和进出口也双双负增长 如此惨淡的经济数据令人揪心 恰如彭博社所评论的中国正遭遇全面性的经济滑坡 在出口 消费 投资三架马车全部失速的大环境下 单纯放松购车贷款能起到多大作用 很显然 杯水车薪只能是治标不治本 我们不妨来个对比 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之后 为拉动内需 当局曾出台过已旧换新的汽车补贴政策 总计补贴资金高达约5000亿元人民币 借力这一政策 2009年国内汽车销量一举超过1300万辆 同比暴增48% 可谓产销两万 然而 时至2024年 情况已经南清北重 作为晴雨表的汽车业 今年前4月的销量同比已锐减23% 跌幅远超预期 其中 国产品牌更是遭重创 销量腰斩 比如 东风汽车今年1到4月的销量 仅为23.8万辆 同比骤降42.1% 广汽集团同期的汽车销量 也下滑38.8% 即使是行业龙头企业 如上汽集团 伊汽集团等 销量下滑幅度也在25%以上 面对如此疲软的市场 在相当一段时间内 单凭贷款利率下调几个百分点 还很难让中国汽车市场迅速起死回生 更不用说汽车产业上下有500多万企业 眼下正遭受着前所未有的生存考验 可以说 眼下汽车业的困境 正是中国经济放大境 事实上 环顾整个宏观经济形势 我们不难发现 拉动内需的最大拦路虎 是就业和收入问题 根据国家统计局的数据 2024年一季度 中国城镇调查失业率高达6.6% 比上年同期上升一个百分点 有分析称 当前中国实际失业人数 恐怕已超过4000万 而在问题的另一面 是居民可支配收入的罕见负增长 不难看出居民收入下降 已成为阻碍消费的最大绊脚石 就在上周 国家统计局最新数据显示 今年一季度全国居民 人均可支配收入 同比下降3.5% 在剔除物价因素后 实际下降幅度更达到5.3% 为多年来罕见的大跌 这意味着 人们口袋的钞票 正在不断萎缩 值得注意的是 收入下降的情况 在农村地区尤为严重 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同比下降8.5% 低于城镇居民的下降幅度 这反映出农村经济状况相对更加糟糕 也将进一步影响农村消费的恢复势头 在收入和就业双双受阻的情况下 失业者和收入下降的工薪阶层 哪里还有闲钱购车 即便利率降了 人们的购车欲望 依然会受到极大抑制 更何况 当前通胀压力也在抬头 水电 燃气费用上涨近20% 食品价格也在持续走高 这意味着各类开支都在被打折扣 购车无疑是最不必要的奢侈品了 事实上 拖累中国经济的不只是疲弱的消费 投资萎缩和出口下滑问题同样严峻 其中最令人揪心的 莫过于房地产业的持续低迷 今年前四个月 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 骤降38.7% 拖累整个上下游产业链 约有50万亿的产值蒸发 楼市低迷 不斥是沉重的一击 不仅冲击了钢铁 水泥等建材行业 也阻碍了家电 汽车等耐用品消费 目前 全国各地已经有超过130座城市 出台了相关政策 力图为楼市解冻 但整体来说 观望情绪仍在持续 即使是利率下调 或取消地产销售限制等利好政策出台 买家热情也难以迅速回升 此外 人口结构的老龄化问题 也正在加剧潜在消费需求的下行压力 最新的人口普查显示 2022年中国65岁 及以上老年人口已达2亿 占总人口的14.3% 比10年前提高4.5个百分点 换句话说 中国步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已势不争的事实 与此同时 低生育率则进一步加剧了劳动年龄人口的减少 2022年出生人口比上年进一步减少近60万人 人口老龄化加剧和生育率持续走低 意味着中国未来将面临更大的消费市场萎缩压力 总的来说 单单放松汽车贷款政策 显然无法从根本上解决中国当前经济面临的巨大压力 眼下问题的关键 实际上已不再只是需求端还是供给端 而是需求端和供给端的双重困难 这种供需双失衡的局面 已经成为当前中国经济最大的耿足 从需求端看 受收入下降和就业恶化的影响 消费能力不振 从供给端看 受产能过剩和生产率下滑的影响 有效供给严重短缺 这种双重夹击 导致需求无法拉动生产 生产又无法满足需求 形成了一个恶性循环 因此对于中国经济的困境 单单靠刺激政策已然无法奏效 必须推行更为深层次的结构性改革 然而遗憾的是 在当前政策环境下 中央出台的一系列所谓利好政策 大都只是临时应对之际 缺乏系统性和根本性 相比于靠输血来维持高企的投资 不如大幅放权 让民间资本疏解生产力 我们也看到了近期楼市调控松绑的种种迹象 如降低首付比例 暂缓征收汽税等 但光从需求端入手还是远远不够的 如果供给端持续受困 仅凭需求端的政策拉动 楼市的复苏之路也将遥遥无期 事实上导致房地产行业困顿的 并非仅仅是购房者的资金链紧缺 更主要的是开发商的融资困境 以及供应链的中断 全国多数开发商手中的货币资金严重不足 同时由于资金链断裂 上游建材供应也受阻 施工进度跟不上 在这种情况下 即使购房者有买房需求 开发商也难以在短期内 为其提供优质的房产产品 这就好比制造业的供应链几乎已瘫痪 即便你给予消费者再多购车补贴 整个产业链的发动机依然无法重启 要从根本上拯救中国经济 关键在于重拿改革开放的勇气 在市场机制的范畴内 全面释放生产力 而非简单依赖财政货币政策的粗放式刺激 我们需要的是供给侧的深层次改革 以打通经济大循环 而非简单的需求侧血疗 当前中国经济的关键 就在于重塑高效率的供给体系 而不是过度依赖投资拉动需求 毕竟单凭投资拉动已行不通了 我们曾在过去20年间耗费过多资源 让投资率节节攀升 最终产能过剩 库存过高 结果是 经济的边际效率不断递减 债务风险逐步累积 根据测算 如果以货币的名义增速 作为杠杆率的测算依据 则截至2022年底 中国的非金融部门杠杆率 已经超过270% 是发达经济体的2到3倍 如此高的债务水平 无疑将极大加重未来的风险 近年来 房地产泡沫的不断膨胀 地方政府的过度举债 企业的盲目扩张 都是中国经济高杠杆化的缩影 与此同时 人口红利的消退 产业结构的组织 也让经济的内生增长力 愈发乏力 可以说 中国经济的高杠杆 高投资 Fake So Crescent的怪权 已经难以为继 我们需要的是全方位的供给侧 结构性改革 而非简单粗暴的货币 财政政策 具体来说 第一步便是大力去杠杆 去产能 为经济降压 根据权威机构的测算 中国经济去杠杆至合理水平 需要长达8到10年的时间 期间必须保持每年6%左右的名义 GDP增速 否则 一旦增速放缓 防范风险的空间会被迅速蚕食 因此 在全面去杠杆和防风险的大前提下 重振实体经济的生机尤为重要 大到能源 交通等基础设施建设 小到涉及企业和居民生活的各类服务业 都需要大规模的投资和新供给 区域协调发展 新型城镇化等广阔领域 同样应成为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中之重 从供给侧发力 无疑不是一蹴而就的 需要中国在相当长的时间内 坚持不懈的发力 为此放权让利 释放市场主体活力至关重要 必须彻底颠覆政府主导资源配置的传统思路 真正给予企业和资本自由竞争的环境 无论是完善产权保护制度 还是深化国资国企改革 无论是打造统一高效的市场监管体系 还是降低各类经济性交易的隐性成本 都亟待通过深层次的结构性变革来推进 只有这样 才能够培育出大量创新型竞争力强的骨干民企 释放出足够的创新活力 因此中国供给侧改革的重点 还需要围绕科技自主创新展开 从人工智能量子通信到生物技术 中国在很多前沿领域 其实已经处于国际领先地位 然而 由于科技体制的种种僵硬因素 很多创新活力难以得到充分释放 应当说科技体制改革正是中国供给侧改革的重中之重 如何赋予各类创新主体更大自主权 如何推进军民科技深度融合 如何促进科技同金融等要素的高效对接 如何形成高效的人才激励机制 无一不需要体制机制的根本性突破 当然就目前而言 推动供给侧改革无疑是一个艰巨的系统工程 需要全社会的共同参与 但只要我们下定决心 勇敢推进 中国经济一定能够重现生机 毕竟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 我们已经走过了太多的曲折道路 相比那些任中道远的过去 今天的我们有了更为成熟的经验和意识 我们再也不会轻易陷入粗放型的老路子 而是追求一种高质量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只有这样 中国经济才能在新的发展周期内持续壮大自己 总之 一味寄希望于单一利好政策将是痴心妄想 我们要直面现实 解决根本性矛盾 习近平曾明确指出 当前经济面临的根本问题就是发展模式老旧 体制机制出现障碍 因此 我们必须坚定不移的全面深化改革 坚持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改革方向 加快建立统一开放 竞争有序的现代市场体系 事实上 在当前的形势下 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已是当务之急 从短期来看 继续依靠低利率或宽货币政策来拉动经济 将愈加失效 长此以往 不仅存在资产泡沫风险 也可能加剧债务风险和通胀压力 与此同时 过度依赖基建投资来刺激下的老路并不可取 虽然基建短期内确实能带来拉动作用 但由于其长周期 资金占用大等特点 若操作不当 反而会加大经济的不确定性 因此 相较于此 供给侧改革所带来的持久红利将更加可贵 它能从根本上重塑经济的内生动力 不仅能够提高全要素生产率 还能培育新的经济增长点 助推经济迈向更高质量发展的新阶段 具体而言 供给侧改革的着力点 首先是要进一步放权给企业 减轻企业负担 让企业成为市场主体和创新主体 比如进一步放宽准入门槛 打破行业垄断 鼓励民营和外资进入更多领域 再比如清理废除一些无谓的行政审批 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等 其次 要进一步深化国企国资改革 完善现代企业制度 健全市场化经营机制 防止国有资产流失 同时还要破除各种隐性入口壁垒 为民营企业和外资提供公平竞争的环境 第三 要全面落实好知识产权保护 强化对违法违规行为的承知力度 切实保护企业的创新热情 同时也要完善人力资本的激励机制 让创新人才的权益得到切实保障 第四 要进一步深化金融体制改革 打通金融资源在实体经济的传导渠道 既要加快发展直接融资 也要防范影子银行风险 有效防止资金空转或投机 第五 要进一步优化政府职能 转变政府在资源配置方面的作用 允许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 同时加快建立公正监管体系 营造稳定的制度环境 最后 还需进一步推进要素市场化改革 促进资源合理流动 增强资源禀赋整体效率 比如要加速建立统一的全国用地市场 有需推进人才流动等 可以说 只有综合发力 全方位推进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才能行稳致远 为中国经济发展注入持久动力 虽然改革绝非一蹴而就 但只要保持战略定力 切实把各方面的政策举措落实到位 就一定能够让中国经济重拾生机 毕竟 从历史经验来看 改革开放始终是我们最大的制胜法宝 从20世纪80年代的农村改革 到上世纪90年代的国企改革和加入 WTO 再到本世纪初的金融体制改革 一次次顶层设计和系统重塑 无不让中国经济在曲折中 砥砺前行 好了 今天就先聊到这里 如果你喜欢我的节目 请点赞 分享 订阅 并点开小铃铛 选择全部 也欢迎你留言告诉我 你对这个话题有什么看法 另外 本频道已经开通了会员服务 成为会员的朋友 可以率先了解本频道最新的节目内容 如果有兴趣的朋友 可以加入本频道的VIP会员 我是Buzz 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